Hello 各位好,歡迎回到PoketBong的社民屋 今集應該是最後一集 我們先進去這裡,我已經在網上看了一些劇情 我想看看還有沒有這個劇情 我看過只有這個,這個可以捉 大家猜猜這個是誰 看你們總算找到我 黑暗靈珠,你已經死了,這裡是哪裡 這裡還是跟死靈打架的,我是不會死的 這裡是我的仇遠黑暗 這裡不是像筆一樣嗎? 的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地方叫黑暗 好了,廢話說到這裡 既然這裡要向我發起最後的決鬥,我接手 我要以我的真正形態做好應戰的準備 我要達成真正的不死,這個是我最後一步 好了,野生的卡暗靈珠出場 想不到呢 哇哇哇哇,你老爺的,十字切切過我 哇哇會有點材料 哇哇,你這麼厲害 怎麼給我你玩 哇,神經病 沒有太強了,這麼難打 還是其實是想我使用這個 大絲求竹? 這隻 炸彈是炸得中 爆! 應該不會死我了 你很炸 很炸 不要緊 我看看我沒有精靈頭 是沒有 死靈頭是甚麼 是否捉他 是否專用來捉他 廢話就不說了 我一定會捉他 這個是甚麼數值 一夜破壞死光 你不是死吧 幸好剛剛好 非常好 剛剛好 我儲點魔音 耶耶耶 死靈球 沒甚麼特別 高級球吧 捉你了 什麼事 有些神經病 無緣無故自殺 唉 救命 嗯 再來一次 沒理由 劍武 再用破壞死光 好 然後用超級彈 用草地魔音 無非實 撞 撞到我這款 好 再用高級球 丟 丟 自己可以了 YES 黑暗領主捉到了 黑暗領主死靈法師精靈 他的重量是100磅 100磅也算輕 118磅也算偏瘦那類型 OK 黑暗領主可以操控這個屍體 他的外形就像一個邪惡的老頭 邪惡的100 他的手杖可以課出破壞死光 他終於都消失了 你沒有消失了 抓了自己的精靈頭 現在要做的只剩下 找回我過去的記憶 這一天解決了這麼多事 今早才是苦神陣出發 今早已經過了很多天了 這個進展真是快 好 真的有趣 極有趣 我們先拿一隻法師出來吧 有了 立刻在身上 好可愛 好 格鬥惡 格鬥惡有沒有這隻重 先想想 格鬥惡是 是有的 是有的 是那隻的 嗯 那隻叫什麼鬼 脫皮的小智曾經有那隻 黃色那隻 什麼 忘記叫什麼名字 好 377血 251攻 218防 261 速度171 對了 然後我們去抓一下 回到偏右去抓一下精靈 沒錯 這裡應該可以進了吧 好可以進了 先試一下 因為有精靈 來者何人 是誰闖入了此地 這是什麼 我人全靈的神巴爾科神 你就是修道遠的原型 那個長得不像人 我長得像人 這幾個魚腸的煩人 我殺了你去死 等等 哈哈 一跳 老鼻又出來了 老鼻 不要啊 是我死的 我要走了 又暈了 我們沒有時間了 我們要走了 我和少爺要去一個比這裡更高的遺免 就像海… 海歐橋… 海歐橋立心那種風格 你離開那邊 我們會告訴你 被你遺忘的過去 哇 究竟什麼 有什麼事啊 是我啊 我是流星的女兒 那個超能力彈 我可以解開你對失去記憶的疑問 直接去作者就可以得到答案 什麼話說來聽聽 答案就是 你過去呢 根本都沒什麼所謂 發生過 這次失憶是一次重新開始的契機 不管你以前的人生如何 擁有過什麼 過去是什麼人 都已經逝去 已經再回不來 所以你現在要做之後 徹底告別過去 不要再嘗試找回記憶 老鼻今過好這個人生 啊 你在說什麼 這什麼中心思想的劇情太瘋了 這個結局怎樣 不行 我要跟這個作者聊一聊 一段時間後 我明白了 這個真是一個發奮人心的一個對話 之前從來沒有試過用這個方式的思考過人生 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走過去 沒有這個毫無破綻的計劃 沒有這個中規中矩的劇情 正如真正的人生感 這個是時二困惑時二抓狂 完全想不到下一秒會遇到什麼 但這個 歸根究底 其實發生任何事情都沒有這個明確的意義 天啊 我居然領不到這一人生的真體 到此為止我做事之後說 一切都結束了 再見了 屏幕外面那個一直從上面看著我的人 雖然結局來得很突然 但我已經不需要你了 我都要回去上面 不行 蛤?不行 你不可以阻止我 我要阻止你 我才是玩真正遊戲這個人 你說什麼 我才是大哥 我去控制你 所以你不要想著走 沒有 好了我不走了 你要記住 就算再玩下去 都不會知道我過去發生什麼事 反正我都沒有想著 知道什麼答案 這個就是我喜歡玩這個遊戲的原因 這個這麼任性 還有說作者這個 如果是天才 又帥仔又超級無敵 我沒有說過他到底有幾天才 啊 他的才華價值令人物體留地 好 你想說什麼 說什麼 去哪裡去哪裡 走 真的在還我 當然 我才是老闆 你是老闆嗎 我控制你的 好 先去捉神獸 劇情非常有趣 這麼大爆炸 OK 炸爆了我的照片 這樣就會開始有捉神獸 我們就 為什麼下面有條人 好 不說太多了 先去面前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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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來馬上出 死靈法師 好 這就是死靈法師之前出過的 就是這個 魯卡澤魔 好 好帥啊 十字切應該斬不中 知不知道是加龍塔 好 加龍塔 為什麼只有50L 有點低 好 魔音 魔音 炸彈不中 是 嘩 炸死了 不要緊 來一次 這招呢 這招也這麼痛嗎 那就糟糕了 用吸面魔出來 用 毒液咬 嘩 立刻死了 那我應該用吸面魔打 這裡 好 毒液咬 一隻龍爪爪死了 烈胸胸出來 用鐵頭弓 鐵頭弓 鐵頭弓 撞到你這樣 粉碎呢 粉碎更痛 他真的怕格技 但是我真的說 但是我真的說 射敏 這個烈胸 用這個格技 嗯 格技 扣得很少 鐵頭弓呢 都扣得很少 呃 吸面魔用 龍鱷 龍鱷就扣得少了 但是我現在已經沒有重打他 我怕我打死他 噢不要緊 這個球 慢慢扔吧 應該很快可以抓到 好像又不是什麼厲害 搞定 路卡澤蒙 暴露精靈 4米 4米高 那是米 88磅重 那這個是 路卡澤蒙破壞的 發生 他在這個 心寮的動月中 沉睡 直到他被這個 解放憤怒的 咒符 悶醒 好了 梅日山 一年前 水淨市美術館 在地下室以外 出現了一條通過梅日山的時空列鳳 但實際上 每日山的 確切所在地 尚且不明 不過他 仍是迅速成為著名的旅遊 還有美術館 帶來一個巨大的商機 隨著當黑暗勢力被戰勝之後 毀滅之神就會回來安潔 喂 你打敗了那個山頂上的怪物嗎 哇 你的招呼方式很有氣勢 你是誰 這麼像那些熱血動蠻的主角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你說我是誰 那你見識一下我問誰 拿出氣勢給我 嘩嘩 對 這隻 一百 這隻 我有沒有可能打得贏 這隻 看來有 OK 馬上拿出老虎 拿出來了 我們用最強勁的技 這隻是格鬥和惡 即是用格鬥和惡 我們用飛塞撞 撞 撞 你不是打算我贏到我嗎 一下撞就你 哎呀這樣也不死 吃藥 死仔包 我先吃藥 吃藥 十字切 神經病 撞 快來死 他 還回血 那我開劍武了 哇 他十字切都蠻屈的技巧 OK 生個蛋 嘩 好危險 嘩 草底摩陰 還回血 草底摩陰 炸彈 炸他 炸 然後我可以用大爆炸 然後你應該 爆 嘩 這隻很厲害 先移光線 嘩他很高攻 嘩突然又很想要 很想要這隻 嘩 很想得到他 十字切 yes 嘩 你用的螺旋力量 比我見過任何一個人強 嘩 真是驚人 你可以加入大熊年 調成我一份子 好久了 要走了 還有一件事 不要相信你自己是入魂 你在說什麼 你相信著你 我 我聽到這句話 你不應該是這個反應 麻煩你快走 好了好了 再見 那些人 這隻機器人全部都瘋了 作者是 是 是 做到對話的樣子 可能英文版會更加全神 我覺得 然後呢 就 先想想 好像 好像冰洞那裡 想想哪裏會有冰洞 冰洞 對 在這裏 先去冰洞 好 那這裏就是冰洞 冰洞呢 這裏可以吹石 這裏應該就是可以捉層獸的地方 我們烈胸紅也是 鐵頭弓丟走 烈胸紅成為了一個交通工具 這麼多顆 對了 這裏有隻 好 也是冰洞打開頭 好 什麼來呢 二種怪物X 是非常之二種 66應該不會打死 應該可以丟三下 不行不行 兩下最盡 換級臉魔 然後用猛撞 好 直接丟球 然後這裏就 高級球 全風腿 拿一隻狗 走一走 再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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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可以了 等到我了 二種怪物X 調和精靈 五米高 五百磅 那麼重 差不多二種怪物之一 但它可以憑意志 創造所有雙原子分子 創造我出的化學物質 用作為這個武器 麻煩 有 丟了幾十個精靈牛 這裏是怎樣 看來又是某些東西玩 這裏可以走出來的 之後呢 就去另一處 等一想 還有哪裏有推石呢 先想想 OK了 就是這個流星洞穴 先回去吧 唉 有都不見了 沒有人的 那間PC 沒有人幫襯 好 流星復步那裏 流星復步 GOGO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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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在這個位置 對了對了 對了 這裡推石 咦 怎麼又跳了下來 為什麼又跳了下來 我沒有位置下來 就送我上來 好 又要走多次 百限一趟 好 這裡 應該就是什麼 炸你 應該就是捉神獸的地方 這裡應該是跳進去吧 沒錯 就好像之前 綠寶石那樣跳進去吧 下面這裡有沒有東西呢 對 這裡就收拾東西 上去上面那個洞子呢 應該就有 神獸在這裡 神獸在這裡 咦 先消費吧 先消費吧 TM04 什麼TM04 我都爆機了 還要040 做什麼 冥想 我還要拿出來做什麼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可能在下面那裡 我們先看看 看真獅 是沒有的 是沒有這個 神獸的 那這個瀑布又是什麼呢 好 是這裡嗎 好 這裡有一個推射位 這裡應該就有 特別精靈 這裡推射位 這裡可以踩冷車 好 好 Hinter出奇蛋 裡面有護具的 朱古力蛋 增加這個物防努力 好 好 這樣也被你買到廣告 呃 群毛劑 正在找些棲息住在這裡的怪物 好 其實我不應該用這隻 既然我有些勤勤的重 為什麼我還要用那隻 切死你 切 好 你說捉重 我就說用那隻 OK 一共有三個守護者 對應三隻的二種怪物 你可以打死我們嗎 你就是守護者 炸死你 60 殺死80 厲害 好 馬上重新 來了 那裡已經有個神經病 已經看到了 好 後面已經有什麼道具 OK 來了 哇 這隻很噁心 炸 咦 加了防 炸會不會死呢 還是死 很差 加了防也會死 這麼差 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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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炸 炸它 不斷炸 不斷炸 沒有VP了 沒啡面魔物 很狠 撈 毒咬 毒咬 再會超級蛋睡覺 再捉 這隻好像比較容易捉 還有一球捉到 好,來吧 我買了多少個 我剛才好像買了90個 希望可以做得到 這次我們用電麻痺 麻痺我覺得會比睡覺好 好 這裡立刻寒血 高級球98個 扔 扔 破壞光線對我是沒用的 其實他們有不同的 二種怪物都有不同的加成 有一隻是加弓 還有一隻是加什麼 不知道 可能是加特防一點 對 回了血 搞定了,二種怪物Q 復仇者精靈 六米高 四百磅 四百五十一 四百五十一 如果他上去的話 他可以將塵土變成 甲子變成 並且用他來做武器 他們好像 他好像經常都這樣做 好了,現在是第二隻 最尾那隻 我就真的不知道在哪 回去了 這裡 我們先看看 捉了的精神 好 這裡 其中怪物X和Q 技巧是橙 看看 冰龍 鋼 鋼 水 草 唯 剩下的一隻一定是火 那 讓我記一下他在哪 另一隻 等等 這裡 冰那隻走了 這裡 這裡也走了 殷浴市 好像沒有推石 古神 這裡沒有 這裡 沒有 沒有 好像沒有 好了 那我就 又是看了這個攻略 所以就知道在哪 即是沒有頭髒在哪 果然 都是一些我不會想起的地方 就是這個馬迪球洞 那 就在這裡 OK 他發現了你的秘 秘傳機器零四怪力 所以將它吸收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將它消滅了 怪力而呼呼 我們現在可以過去了 好 就是要跳下去 然後就去這個 什麼推石 推石後 會發現這裡有一隻 紅色的怪物 沒錯 那這就是另一隻 二怪物 現在二中怪物 二設定出來了 好恐怖 依舊恐怖 嘩鬼火 麻痺 數據流 嘩鬼火 嘩鬼火 死 死不死 咦 不死 好啊 先掃這隻彈 我睡不覺 你怎麼這樣 你 你懂得睡覺 這隻 好了 再來 呃 降一些衝風 好,搞定二種怪物Z的數據 二種怪物Z稀有陰式精靈,不是高,385.8磅 三種怪物之一,它翁翁將所有13歲以上的人類變成一隻韓式後背的變色狼 有一股神秘力量捉住你 為什麼要捉住我 現在還沒什麼精靈,讓我看看 回到龍族的要塞,最後一隻就在這裡出現 其實還有三隻,三隻不是神獸,是魚三家 鞭魚三家就是寶石魚三家 寶石魚三家就是用神柱的方法捉 就是捉那隻鯨魚王,化石魚,像之前的六寶石一樣 都是跟捉的,火子雞就用這個看著門口,然後一直按加速就會開門 那麼,有一個就是用這個飛翔,有一個就是用這個怪力開門 對,這樣就不做,因為我也做過很多次 衛星這個麻煩,好,現在就去塔 塔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精靈 我並不是忍者五人中之一 好,就在這裡,另一隻 好,開門 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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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漂亮 一下子就只剩下紅的麻痺 好 哎呀,又會自我復原 為什麼他們這麼多會自我復原 好,補急球 幸好他不會回馬匪狀 好,搞定了,提巴爾狠 OK 提巴爾狠,和平照來的精靈 六位高八三重 會在這個覺醒的時候帶來和平 傳說中曾經發生過一次這樣的事 開始成吉思汗取消了一次作戰 減少了一場發動的血腥戰役 OK,應該沒有了吧 這隻就丟掉了 還有一隻怪癌蝦也丟掉了 正常來說,這隻已經沒什麼東西玩了 沒錯 那我們就丟掉所有蟲 丟掉所有神獸出來看看 好 那就是最後抓了幾隻 好,留下八 那就是抓了哪一隻呢 那這隻就是這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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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寫完法師看了 那就是這隻 那這隻是冰龍 狀態異常史的攻擊提升 那就是那些 類似 這隻叫做大王燕 那這隻的特性 那就是龍技 這個水技 就算攻擊時回復HP 那就是跟水衣貝一樣的特性 劍武 水電炮 船風腿 破壞死光 好,然後草 對 這個 呈典時候 速度就會加速 應該就會成二 鐵壁 草 光合作用 神速破壞光線 另外就是這個 受火攻擊時 火的力量上升 即是加攻 就是鬼火 睡覺 以及地球上頭 即是頭炸地球 最後這隻就是 龍 岩石龍 這隻也有屬性 在這個 這個 XY上 那隻的暴龍 也是岩石龍 狀態異常史 防禦提升 這個就是 美納斯的特性 好像是 沒錯 那就是有著高防的優勢 就是低攻低特攻 其餘都應該高 這隻 哇 這隻 難怪也這麼難打 這隻很厲害 這隻 防寵來的 這隻完全是 好 那最有型的也是死靈法師 那隻暗影球就沒有了 暗影球就是這裡 好 幽靈一般 這隻應該也是最厲害之一 我覺得 但是 85 就 比那些 26多 高 正常 好 那暫時 蛇文木這個遊戲 就到此為止 那今集 如無以外 應該不會再拍 那今集就是大結局 說一下這隻遊戲 學不玩 評下多少分 之類 蛇文木這個遊戲 這個劇情就非常有趣 大家都看到 它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最令我驚訝的就是有這個偵探 雖然那個偵探劇情就不算很豐富 但是依然 都被人有這個思考的頭腦 然後就是 精靈的方面 精靈方面都搞了很大的心思 有這麼多的 有這些 二種生物 還有 就是加 合併了那個 叫什麼 電獸 攜帶電獸的精靈 是 回想起小時候玩的時候 小時候玩那個攜帶電獸的回憶之類 還有這個導管的難度 都不算難 是難在最後那幾度 審判軍 不是審判軍 不是審判軍 這個七宗罪的戰力 大大提升了 最後那裡 然後 再說到劇情方面 劇情方面 也是 它自己重新再包裝的劇情 然後 非常好玩 這隻也算是一隻我玩過 差不多 都挺好玩的一隻遊戲 這個劇情上也挺有趣的 是以搞笑的風格來 做的 這個劇情 暫時就去這裡 評分我給多少分呢 10分我會給這個9分 這隻遊戲 是給這個劇情 大部分來說 精靈上也給一些 然後 最遺憾就是 怎樣 應該都沒有什麼遺憾 這裡 都玩到這麼久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玩的 但是那個 我唯一不明白 那個道館是用你做什麼 就是之前有個 不知道 困著那些猴子的道館 不知道用你做什麼 對了 暫時來說 就可以去 這個地獄 一哥跟他的女朋友 他們去了很遠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應該都沒有什麼特別 應該沒有迫其日程 對了 那我們 下個改版再見 這次整個節目就完結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的改版再見 就這樣 拜拜